很可怕的真相 无论你是前线 还是默默奸魂的香港人 我们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再是这样继续吸下去的话 路只有一条 我们要的不是 骁容快地的国产催泪弹 或者烟雷漫的香港 我们要的是一个有人性 有良知 有真相 我们要的是一个光明的香港 现在有请大家拿起你的手机 开着灯光 照向我们的台 照向我们的前路 City of Tear City of Tear People in Fear City of Tear People in Fear 崔泪毒烟 和言我诚 崔泪毒烟 和言我诚 和言我诚 回应市民 回应市民 公开成份 公开成份 回应市民 公开成份 公开成份 我都不知怎样跟你开口 你想怎样 我怕你不知道怎么回答我 你问吧 你问吧 究竟没有过期的催泪弹毒 还是过期的催泪弹毒 你这个问题 这么难回答 不知道 不过听说好像 BBQ 读过催泪弹 你这样也不懂 都叫你专心地读书 就是你这些人 又不读书 又不做事 你真的说得很适合 好了 我要专心地听一下催泪弹 KOL KKONG 讲一下究竟哪样东西 有请 首先我一定要多谢 那么多位支持 或那么多位港者 我坦白说 我听到他们讲话 我都非常之汗颜 因为他才是专家 我只是KOL 尤其是民间记者会的手足 我向你们致敬 做得非常之好 首先 今天来到之前 就听到笑话 各位一定听过 某局长 IQ160 IQ160 我120 他竟然就 不知道有什么证据 情况之下 如果 比较 那个二鹿鹰的毒性 烧野食 更高 过催泪弹 我不知道 有没有人 每个星期六日 去闻 烧野食的烟 或者一天闻几个小时 不过 有没有事呢 我想知道 有没有人笑过 烧野食 整天这样烧 很快有什么事呢 我不相信有 那我就很希望 那我就很希望 局长呢 真的可以带到 一些证据 给我们看 那因为我是读理科的 你有证据 我就相信你了 没有证据 怎么说 插你 所以 所以 我向局长做个人肉 实验 挑战 我自己很喜欢 找人肉来做实验的 各位可能见过 我自己去闻一下 那些 骚髒的东西 那些情况 我闻 五个小时 BBQ的烟 局长闻 一个小时 催泪烟 好不好 好不好 因为我们搞个 全城BBQ 一起挑战 局长 好吗 好 那 那 而无之外 局长可能又会有 另一个说法 为什么呢 喂 不是哦 因为其实 你不讲催泪烟 和花蜜桥的班级 他又可以砌到其他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以说 喂 你们示威者 烧食 不是烧食 不好意思 烧垃圾 烧路障 那一天会制造到 空气污染 哦 即是说 二鹅英 你们示威者 有份制造出来的 你们烧汽油弹 有二鹅英的 是不是 化学角度 告诉你 是错的 二鹅英 有毒的 全部 是有 有绿的 汽油弹 的汽油 是没有绿的 你怎么可以烧到 二鹅英 出来呢 如果可以做到实验的 又希望他证明给我看了 那当然啦 如果局长发现到 这一点又拆错了 他又说 喂 你们示威者 製造空气污染 这个呢 就一定是对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示威者 有做过烧汽油弹 有烧过路障 一定有製造空气污染 这个我绝对同意 是不是大驱阻 如果示威者 做了这些事情 警察的催淚弹放题 就是合法 合理的呢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的呢 我相信大家 有个答案的 那这个答案 当然不用我KCON 自己讲 那因为其实 催淚弹 那个影响呢 其实我自己呢 就是觉得 不是那么简单的 不管你是蓝色 或者黄色的支持者 你一定是会承受到他的害处的 虽然你说 关我什么事啊 我不会示威的 尖沙咀有个催淚弹 其实是扔进去一个 蓝色的家 那他都 被逼不要出声 那这些我加插出来的 是真的 那其实在612之后 我就改变了很多 因为我本身只是一个普通的KOL 真的不想搞那么多 但612那天呢 我绝对不是在占领区 我只是在一个记者出现的地方 我吃了催淚弹 那我就改变了一生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催淚弹令到我 虽然 哭了30分钟 30分钟很少 我跟着我家里睡了两天 因为我的肺是很痛的 虽然那些是美国课 都挺重要的 那跟着呢 过了一段时间呢 我就参加不同的梦游 就上了引了 那我是零gear的 因为我想知道究竟多厉害 见过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真的是零gear的 我很大胆的 因为我有一件事给你们休息的 我年纪很大 喝了冬瓜豆腐 不是虧很多年而已 那其实我自己本人呢 出现了一些症状的 其实我现在都心疼 其实我整个脖子呢 都是一些疹来的 那刚才呢 其实有这么多位专家已经说了 所以我呢 就这里可以浓缩一点 如果那些疹只是这么简单 一个人两个人出现呢 我觉得没所谓 其实就很多人都有 如果BB和老人家呢 就更麻烦 另外如果有呼吸系统疾病的老人家 不小心吸了的话呢 分分钟有排住院的 那我自己都经常咳嗽的 不过呢 我不是老人家嘛 我不是老人家 我中年 中年而已 局长说我六十岁就是中年了 是不是中年了 那另外呢 其实CS呢 还有一些问题 在文献都有 其实我自己的亲戚朋友都试过的 除了肚窩啊 咳血啊 刚才那几位讲者都讲过了 之外呢 那其实呢 就还有一些文献 显示到呢 那个呼吸系统疾病之外的东西 的 腸胃病之外的东西 如果呢 外国有些文献 显示到一段长时间之外呢 竟然会有肝炎的 那这个呢 我没得证明一下 因为我们接触到很短的时间 那当然啦 有一部分的蓝丝呢 那些思考方式和我们想的东西不同的 有什么所谓呢 痕一下而已 那些衣服 骯髒一下而已 你的示威区那些骯髒东西 我不能影响到的 我没问题的 一样敢生活的 你们制造出来的东西 对我没什么影响 喏 是不是真的没什么影响呢 蓝丝不去那些示威区 其实 不是的 不要忘记啊 香港我们在半年前呢 不是这样的 我们市民 纳粹的市民 或者不纳粹的市民都好 不是想要这种的生活的 这些生活 完全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天天都要怕被那些出来打的烟影响到 好啦 那其实 是不是真的 警察要止暴制 就一定要用催淚弹 其实 就不是的 那你要明白 我们的催淚弹 前面那几位港姐都说了 那它都要用高温的 那你高温就有机会分解那些CS了 过了期的就更大了 因为控制不了温度 那温度可能更加高 那CS放出来的分解程度呢 就会大了 那包括有山矮的那些气体 那也都有机会产生二恶英 那现在我要专业的告诉你 那些二恶英呢 有一些叫做TCDD 有一些叫做OCDD 那这两种呢 的毒性是不同的 但是都是二恶英 含绿的都是有毒的 那另外也曾经有人试过被 那个催淚弹直接击中头部 受重伤甚至死亡的 在外国 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是不是一定要用这种技术呢 其实不是的 原来呢 在我们所谓叫做非暴力的武器里面 非致命的武器里面 其实你可以用噴制的 噴制是什么呢 在短距离 或者长一点的距离都可以用的 就是它将那些CS 或者胡椒噴霧 包括了一种叫做OC 或者一种叫做PAVA的物质 那这些都可以用长期来 少少噴出来的 那一样可以做到 他所说的止暴制乱的作用 不会高温 也都不会产生到 二恶英的 那既然是用得到 那为什么政府又可以不用呢 不要忘记 警察你所噴出来 受害者 如果用现在的出力弹打中 或者影响到受害者 可能是你的朋友 你的亲戚那些朋友来的 不是完全跟你没关的 所以可以考虑下 第二种的选择 就是用刚才的 温柔一点的 液体噴出来的 这一类噴霧 或者这种噴制 那最后 当然啦 刚才这么多位朋友都说了 其实希望政府这个时候 能够沿崖立马 为什么呢 真的是的 香港如果真的有父母官的话 希望那些父母官 真的当我们市民 是他的子民那样 照顾 沿崖立马 政治问题 政治解决 我们市民和理非 12月8日 维远见 12月8日 维远见 多謝KKON為我們的分享 剛剛在停車上附近 我們收拾了一條項巾 如果有人認領的話 可以去音響那邊 跟我們認領